月销量破外难道对于这个品牌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吗 说的就是这台护卫舰07 定位的是一台大五座超混SUV 20.28到28.98万 上市不到半年的时间销量就破外了 凭啥呀 在外观上就很用海洋美学风格的设计 并融入了很多光的元素 比如更加亮眼的琴格山 隐藏是门把手 还有能量地主 可以区分电量的多少 并且也可以区分它是在快充还是慢充 当然它全系都支持快充的 以及对外放电功能 并且除了100公里版本之外 都支持6000瓦的对外放电 功率更高哦 尾灯亮起来之后真的是格外的亮眼 并且后备箱的容积达到了615升 座椅放倒之后可以拓展至1865升 这样的空间家用完全够用了吧 上车之前给iPhone用户一个好消息 现在也支持iPhone NFC数字钥匙了 iPhone用户是不是好感度加一呢 内饰依然非常的海洋style 门把手采用了鹦鹉螺的设计 这个灵感从哪里来的呀 当然用料配置都非常的丰富 最新一代的智能网联系统用户体验 不必多说了吧 而且现在也支持四音区的语音唤醒 加上连续对话 用户体验更上一三楼了 2820的轴距 地台纯屏 大五座 这样的后排体验真的没得说 而且后排靠北支持20度 11个档位可调 无论你是什么身材 都能找到舒服的座子吧 当然在底盘调教上 护卫舰07在保证了韧静的同时呢 也最大化的提升了家庭成员的乘坐舒适性 前迈福迅独立旋架 配合后四连杆独立旋架 再加上全系标配的FSD可变阻尼减震器 舒适性还是可圈可点的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 自己调节阻尼力度 比如在平坦的城市道路 它的阻力会变大 带来更稳的车人姿态 而碰到坑洼的颠簸路面时呢 阻尼则会变小 进一步缓解颠簸带来的冲击力 进一步提升舒适性 并且NVH控制的也相当优秀啊 高速路况下风噪抑制的也还不错 这个令我真的很惊喜啊 所以说这台车还挺适合家用的 并且NEDC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05公里 满电满油状态可以跑1200公里 这么看的话 在市区当中电车开也不是不可以吗 长途出行的时候也没有理晨焦虑 由此可见 这不就是新生在家庭用户的更优解吗 关注我买车不纠结 关注我买车不纠结